多少人 多少幸福被抢夺 你们回头看看 你看有这么多人 你看到没有 我们的马先生跟周小姐还坐着呢 对他们觉得说我既然来了 我就要尽一份心力 我就要来了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的县长啊市长啊 还有很多人名嘴啊 今天都不去上节目嘛 拖拖都在接电话 昨天我发的那一支 2008年台湾跟香港 捐给中国四川的巨款 如今在中国的很多排名上面 都抹去了数字 那在中国统计 当年海外捐款的总额里面 前十里面已经看不到 香港跟台湾的踪影 连姓名都不配拥有 那一支影片呢 昨天发出之后 招来很多中国的网友的反驳 其实他们的逻辑 其实也挺简单清晰的 应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认为中国的统计 抹除他们的名字 是很合理的 因为中国的统计数字是说 海外其他国家 那台湾也不配作为一个国家 所以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昨天就讲了 我的中心是说 你至少让别人知道 这些钱来自哪里的 你可以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 就不说香港了 这是现实的问题 那台湾现实它就是独立的 它跟你是分制的 你至少给它一个姓名 你哪怕不用台湾两个字 你可以用一些中性的词语 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引用过的词语 像是什么台湾地区 你用这个名字也可以啊 你哪怕用的再难听一点 就比如用在香港身上的 那个中国香港 你用中国台湾也可以啊 对吧 虽然说难听 但是至少让别人知道 那边人捐了多少钱 但是如今你想想 让台湾网友有多么寒心 昨天发出了之后 很多人说 以后遇到这种困难 我真的没办法再去帮你了 害的其实中国大陆人民 就是害的还是自己人民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到时候再有什么困难 谁来愿意帮助对岸的民众呢 心都喊了 那昨天那一支影片 我发出去之后 有很多的中国网友 就跟我来讲道理 认为中国这么做 没有什么别居用心 没有居心否则 是我们太敏感了 是台湾网友太敏感了 这么多评论来谩骂 来辩驳来反驳 跟我解释 我都无所谓 很多网友给我什么道赞 然后检举 那这支影片呢 现在按预计来说 应该是有40万观看 现在呢只有10万观看 然后呢 还被检举说 这个是有暴力 不适宜展开的内容 那一支影片 我就是讲那个捐款 怎么就不适宜展出了 YouTube直接判定我 不适宜展出 我申诉了 也没有得到结果 不仅限流了 而且还黄标了 就是不能有任何的收益 这也非常的夸张 太暖心了 那所以我今天就想补录 这样一则 中国目前的官方统计数字 包括大使馆的数字 已经没有香港跟台湾了 那前10名里面 像是美国 日本 加拿大 澳洲 韩国 这些西方民主国家 那这些国家呢 都是被中国政府平常骂得要死的 这些国家 美国作为西方第一名的国家 它捐了有1.3亿的巨款 台湾捐了多少呢 70亿 香港更多 220亿 那美国只有1.3亿 不是说美国少啊 只是说美国跟台湾 香港比起来 差的 那不是一点半点 遥遥领先欧美国家 这当时让全世界都震惊的 没想到 香港跟台湾的民众 捐了那么多钱 而且当时的昨天的节目一讲到 台湾跟香港 真的是举全国之力 目前可能有些中国网友 可能就会敏感了 说什么举全国之力 那我就说举全岛之力吧 然后举全港之力 真的是有钱的出钱 没钱的捐物资 现在翻回去看 当年为中国捐款的 那个现场职务 真的是蛮感动的 如今你想想 中国人不承认 有多么的韩心呢 其实在中国的网路上 搜一搜早年的报道 还有新闻记录 你还是可以看得到 当年确实还有净确的报道 说香港捐了220亿 台湾捐了70多亿 这些还是有记录的 现在他们不记录了 他们直接把香港捐的 台湾捐的 都算作中国国内捐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如果你去找的话 也可以找到这个统计数字 那就有中国网友 去在微博上面分享了 说当年香港捐了那么多钱 很感动嘛 结果被现在 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 微博网友 小粉红给检举了 新浪微博官方 这样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 他居然判定 这个小粉红胜诉了 然后呢 战方判定说经查 此微博称 08年汶川 香港人捐款200多亿 不实 然后他根据的是 中国官方的数字说 根据审计数公告 截至2009年9月30日 港澳台地区捐款总额33亿 33亿啊 一下缩水变得这么少 你说有多么寒心 那台湾一个地方 就捐了70多亿 香港捐了220亿 如今加起来 港澳台三个地方 加起来只有30多亿 然后我去查了 这个是不是真的 结果就去中国的政府官网 查了 审计数的官网 当年的资料 现在还在 就只有30多亿 多么的尴尬 后来我就看了一下 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的数字 我觉得他们这么做 肯定是有原因的 不可能乱写 然后呢 很尴尬的是 他们说这个统计啊 是民间数字 不算一些个人捐出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周吉伦 我今天捐个400万 不算民间 然后呢 香港的一些巨横 当时一个邵逸夫 直接个人就捐了9000万 所以中国的这个数字啊 也比较暖心 他还跟你讲理讲得通 因为我们算的是民间的 这样的话就误导了很多人了 那昨天后来我也讲了 其实中国的这些捐款的这些钱呢 最终也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 那确实也有一部分钱是落到了实处了 也给他们建了一些房子 当时我记得小时候看新闻联播 当时的那几年就一直播报 当地的那些房子啊 重建的怎么样了 每年都会去关心那个地方 然后拍下那些房子 其实建的也挺漂亮的 但后来中国网友 很多当地的一些网友 其实都产生了质疑 我是不了解的 而且有些都是当地人质疑的 难道这些是空穴来风吗 后来根据中国国内 都有一些相关的报道 现在肯定不敢报道了 当年就有很多人质疑 也有媒体报道 就是四川 全国的捐款总额是650亿元 只有150亿公布了实用详情 那其余近八成500多亿去向不明 所以这个也很好理解 一个不透明的政府 你怎么期望他要公布数字 全部用在哪里呢 对吧 他想公布 我告诉你150亿用了 那就行了呀 对吧 至少他还公布了一些数字 我们并没有不承认 台湾捐了巨大的数字 所以说你们捐了那么多钱 他们是承认的 然后看他怎么解释 他说并没有不承认啊 而是你们在意排名上 有没有台湾的名字 很显然 这些排名是统计海外捐款的数据 而台湾始终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自然不能写上去 这个我昨天节目已经讲过了 现在不是纠结说 台湾是不是国家 香港是不是国家 而是说你这些东西要透明 不光对中国国内百姓透明 这些钱用到哪里 另外一个捐款的数字 来向也要透明 香港跟台湾捐了多少钱 也要透明 台湾捐了那么多钱 试想想又有多少是台独的钱呢 台独的钱不是钱吗 人家至少还是台独都愿意捐钱 你在这里说 试想想又有多少人是台独的钱呢 这都不算是真心 也不叫善款 而是赃款 那你不要收啊 你不要用啊 然后又说 因为想用这点钱 收买大陆人的心 谋求独立 当年那些台独分子 你现在想想后不后悔 甚至有些当年不是台独 但是因为这么多年 这些两岸对立 像这些网友含了他们的心 他们现在反而变成了台独 台湾香港捐的虽然多 但也还是中国人的钱 善款内循环 爱心会不完 都是中国自家钱 不是外人田 还有网友说 台湾捐款纯粹是 以捐谋毒 后来国内有媒体报道了 为什么这次台湾捐那么多 比50个美国捐的还要多 其实背后的目的不简单 就是收买大陆的人心 为了谋求独立 听了这也真的很海心 还有网友说 弯弯捐来捐去还是中国钱 当年蒋介石脱家带口 带去了很多家产和人才 才造就了今天的台湾 台湾人现在的高收入 如果没有大陆家底的支撑 早就破产 所以说 与其说台湾捐款 倒不如说那些钱 本来就是中国的钱 就算是台湾人自己挣的 那台湾人不算是中国人吗 不也是中国人的钱吗 我真的没办法跟这些网友辩驳 真的 他们辩驳的能力太强了 因为不讲究逻辑 我们如果要去跟他辩驳 至少要讲逻辑 当一个人跟你讲道理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逻辑的时候 你肯定会输的 因为他随便乱讲 不需要逻辑 你肯定讲不过他 说是当时蒋介石的家产 支撑到现在 那中国人现在说 中国人都站起来 你干嘛不说 这是秦始皇当年 统一六国撑下来的这些资产 支撑中国到现在 这是什么荒谬的逻辑啊 如果你反驳他 你说现在的钱 是台湾人自己挣来的 台湾的企业改革 台湾的经济政策 造就了今天的台湾 然后他找不到逻辑 他可以随便说啊 他说就像他最后一句说的 就算是台湾人自己挣的 那台湾人不也是中国人吗 不也是中国人的钱吗 我操这逻辑我真的没办法回 还有人说 台湾捐款数字惊人 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都是中国人 台湾人用行动证明了 两岸都是中国人 谢谢台湾人 我怎么听这个蟹 听得这么难受呢 台湾人不傻 如一散烟盘是享用70亿人民币 换他一个独立 你当大陆傻 说句不好听的 我们中国人小聪明最多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耍小聪明 因为我们不知道吗 要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你们那点小把戏 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台湾捐大陆70多亿 我记得 但我也记得台湾捐60亿给日本 日本是两岸共同的敌人 台湾却把我们的国产 捐给日本60亿 综合一下 70减60等于10亿 台湾净捐给大陆 应当算10亿 因为攻守送给了60亿 给日本 也就是中国人的钱 所以以后台湾人捐款 都是捐的中国人的钱 这是什么荒谬的逻辑啊 还有人说 这是大陆的会台政策 让台湾企业赚得盆满钵满 台湾人捐钱也是应该的 毕竟那些钱是我们让他们赚的 如果没有会台政策 台湾企业也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不过台湾人能把赚来的捐回来这么多 也是蛮有良心的 我真的想把相机给砸了 以后不要捐了 以后不要捐了 因为你捐来捐去还是中国人的钱 不要捐了 大家不要捐了 谢谢观看